炎热天气回之不去 连续日头高高挂,温度飙高 如果没有事时做好水分的补充 很有可能造成中暑或是脱水 所以我们送来急诊 在这个跟热天有关的 最主要的两个疾病 一个就是叫中暑 一个叫热衰竭 最近常有就诊民众出现体温升高 皮肤干燥变红 心跳加速 甚至头晕目眩的情况 这也是热伤害的典型症状 那中暑中来的时候 有的人严重的话 一直会昏迷 会医治不清 甚至会有癫痫发生 然后我们测他的体温 一般中暑的人体温非常的高 大部分都会超过40度以上 那这种体温一直在很高的状况下 身体的器官都会受到影响 那严重的话 多种的器官会造成衰竭 建议民众在户外 时时必须注意水分的补充 尽量避免长时间曝晒于太阳之下 如果有晕眩或是四肢无力的情况 应该马上就近寻找 阴凉的环境下休息 设法降低体温 并以最快的速度就医治疗 动态新闻张家为台东市报道